关注本地冠病疫情的发展 我国今天新增43起冠病确诊率 全部都是输入型病例 他们在入境时已经接获居家通知或者被隔离 卫生部也说今天没有出现本土传播病例 目前我国累计病例60,450起 而来临周末恰逢东方的清明节和西方的复活节 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决定再次收紧管控 以防冠病病毒在节日后激增 中国云南的瑞丽市近期爆发冠病疫情 当局今天开始为全市30万人口接种疫苗为期五天 这是中国首次为整个城市的民众接种疫苗以应对疫情 瑞丽市位于中缅边界 市政府宣布收紧边境管控 以防有人从缅甸非法入境 而多个中国地方政府则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去云南游玩 尤其是在即将开启的清明小长假 否则再回到家乡时将面临隔离 另一边在准备迎接复活节的葡萄牙 今年是当地民众第二次在疫情下过节 首都里斯本部署警察管控出城的车辆 以往许多家庭会趁这个长周末跨城市旅游 但今年必须有充分理由才能离开居住地 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受难日和复活节系列活动受限 警察封锁道路避免人潮聚集 疫情爆发前一般有70万人聚集参加的受难日仪式 也改为电视转播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冠病病毒的疫苗 因为国家贫富而分配不均的问题 依然是当前面临的棘手挑战